吃苦是修行的必须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现在疫情 刚好在家闭关一样 不要把光音空过 这次讲要苦修 大家去五台山知道 修行是很苦的 也没办法多讲究 五台山台顶风大 动不动下雪 人要扛得住大风大雪 高原又是紫外线强烈 墨基天人就晒黑了 为什么要苦 只有苦才能兼顾道心 世俗人养家糊口 都要吃很多苦 还有牛马要一口吃的 都要替主人干活 所以吃苦是必须 五台山的僧人 不仅苦 而且惜福 你看吃的 都是大锅饭 馒头 一点青菜 能吃饱就好 尤其你到西台 北台 上面都没油水 水是车运上去的 庙里舍不得用 碗都洗不前净 也只有念不够不净了 要是有洁癖 在五台山住不下 其实洁癖也是一种业障 真正的前净是什么 是持戒清净了 身体就前净 不吃肉 不起贪欲 淫欲念头 人的汗液是不臭的 嘴巴口臭也没油 人起了贪欲 嗔恨 淫欲 身体的水就变成臭味 人体就有臭味了 人体也有腥臭味 洗也洗不前净 洗了汗流出来又臭了 所以佛经说 用四大海的水 都洗不前净我们这个色身 去五台山 这个环境就是文殊菩萨教我们西服 你看山上的师父 各个西服 所以福报大 面貌庄严 在看城市里头 浪费严重的 往往体力不足 脸色也没有五台山的师父好 因为持戒 西服都可以产生功德 佛经才说 进入五台山福报 比百返回33天的福报大 这里条件艰苦 好魔力身心 坚固道心 三不一拜五台山 在北方是比较普遍的事情 北方人体制好 行脚和三不一拜都要体力 法华经说的 色力及智慧 我们不仅要色力 还要大智慧 什么叫大智慧 而且又是文殊菩萨的大智慧 这个大智慧 好比甚深的法义 都需要体力和智慧才能懂的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 blog.cna.com.cn 斜杠斜杠 blog下滑线 74C343100102 ZI0.html 好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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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